十二生肖运势指南 让我们感谢金主爸爸 James Lowe房地产 特约赞助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就有请老师为我们讲解 在假成年农历九月份 他的整个节气 跟十二生肖整体运势如何 到了农历的九月份 好快哦 真的好快 最后三个月 冲一波 就到年底了 没错 一定要冲一波了 在这个月份当中呢 是一个假干跟雾土在一起的月份 所以它是土木相克的月份 听起来就不太妙 对房地产也会有冲击 这个月份呢 它横跨两个节气 一个是寒露 一个是双降 阳历的时间段 是在我们的十月八号 到十一月六号的这个时间 好的 那我们在Christmas之前 还有一段小小的路要熬 农历的九月份十二生肖如何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鼠鼠的朋友在农历九月份 运势如何 鼠鼠的朋友 这个月份的气场呢 不是特别的稳定 但是会呈现出很多开拓 开创的这个机遇 所以在事业上呢 是要注意在你当下的局面当中 以外的可能性 就是不要把目光一直放在你当下的这个版图 一定要跳出去 而且这个月有流月的一马心 在鼠鼠人的这个事业功当中 所以就意味着他一定是要行动起来 跳出他的板块 他才能去真正的展现自身的才能的 而且在这个月份当中呢 鼠鼠的朋友呢 他会有贵人运 这个贵人运是好的贵人 是非常旺盛的 所以适合放手一搏 你就去做就好了 肯定会有好的收获 感情方面呢 是逢桃花月 所以呢 未婚者是多有婚动之喜 适合结婚 然后对于当生的朋友来说呢 本月是有建立新感情的这种信息的出现 假如你已经有心仪已久的对象 是可以试一下进一步发展的 放手一搏 放手一搏 红然天喜之类的 红然天喜动啊 这个月份 对于已婚的朋友 就好好相处就好了 当然也可以放手一搏 让感情更上一层楼 财富运呢 本月与这个行动力和贵人相关的 所以是可以去借助好的机会 去实现财富的月份 但是在一些投机的事情上 是要谨慎的 健康方面呢 整体来说不错 要注意好的饮食和休息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病痛 但是很快它就可以好起来 那就请叔叔的朋友好好把握这一个月份了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属牛的农历九月份运势如何 属牛的朋友这个月份逢行伤心 所以在事业的发展上会出现一些暗潮涌动的情况 那凡事呢 它就要低调的去处理 要特别注意的是合约文书的一些细微之处 就是一定要看好这份合同 千万不要大意 因为这个月份会因为这样子的一种输入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并且呢平时假如说是做生意的朋友 那在生意的晚来当中 尤其是在钱财的这些瓜葛上面 一定一定要注意在合同上面先罗列清晰了 这是为了要避免日后的这种纠纷 而且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感觉好像做生意有一点吃力 或者工作上好像也是有一点吃力 因为会有一些停滞不前的可能性 是一个移手不移工的月份 感情方面这个月份相对来说会比较动荡 会容易跟另外一半有一些误会的争吵 这些争吵也有可能是来自于第三方的 比如说你可能在工作当中 跟一些人没有保持好一些关系上面的处理 可能就会让对方误会了 所以这个月份有第三方的这种介入 所以这个月份一定要注意与异性的关系 要保持好距离 那双方就多点沟通交流 去减少这些苦舌是非的发生 财运方面呢 运势一般会感觉到做事情吃力嘛 也会有一些破财的不利信息的出现 所以要注意守财 但是整体来说呢 不会有大碍 因为有解神心的存在 所以财务的问题到最终是可以平稳的度过的 健康方面要特别留意的是流行病的问题 要多加防护 身体的起伏在这个月份比较大 感觉属牛的好不容易好了一个月份 这个月份又变得比较吃紧了一点 对比较吃紧 但是属牛的朋友厉害啊 能忍啊 能把持住自己 所以要发挥自己这样的力量就好 没错 吃苦当做吃不 听讲 好像没有安慰到 不过运势就是为接下来的高峰做准备了 是的 熬过去吧 你可以的 让我们来看看属虎的朋友在农历九月份 运势又是如何呢 属虎的朋友是一个不错的月份哦 自身的力量在这个月份会得到很大的增强 很多之前没有想明白的事情 在这个月份都会忽然间感觉到 我有了新的思路了 通了 所以说呢 就能带来他在工作上的好的表现 唯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月份他虽然是有一些助力 但是也是一个是非性比较强的月份 会造成一些别人背后的一些指责 所以不要管外界的声音 就安住自己的工作 到月底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收获的 在感情上呢 就要注意的是小心的维护 只要属虎的朋友在感情当中 他是想要说这段感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的行动力就会相应的加强 因为这个月份他的行动力特别好 所以说他好好的去维护感情 好好的去陪伴另外一半 就能防止一些感情当中的矛盾发生 财运方面 本月的财运是挺旺的 也利于求财 他的正财和偏财都还不错 所以这个月份是适合大力的去发展他的财富 健康方面本月需要关注的是呢 要避免熬夜和不规律的饮食 要注意他的消化系统的健康 也会出现过度疲劳的这个状况 要注意一下 太好了 属虎的终于想通了 可以开始做事了 对 只要想通就会有变化 有好的变化发生 那就祝福疏忽的朋友们这个月顺利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属兔的朋友在农历的九月份运势又是如何呢 属兔的朋友先说一声恭喜 我们艰难的八月份过去了 在这个月份当中好像终于熬出头了 会觉得说事业工作方方面面都开始顺心如意了 之前的变动都有收获了 都有收获了 对 因为这个月份是六合贵人的月份了 所以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感觉到自己呢 多了很多的空间和机会 是一个多做多成的月份 你就大胆的去做事情就好了 感情方面呢 这个月份的运势也是很旺盛的 在家庭当中是和谐的 遇到事情呢 也能得到另外一半的支持和帮助 单身的朋友这个月份 也会好像说 我好像想谈恋爱了 然后对象就掉下来 从天上掉下来 有这个可能 只要你有这样的信念 可能在本月份 你就会遇到好的姻缘 哇 真的是欣赏事成了 对 这个月份对属兔的朋友来说 真的非常好 财富运方面整体也是不错的 而且会感觉到 好像钱财有主动找上门的感觉 钱财也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也从天上掉 就好像那些人说 我们一起合作啊 我给你来一些投资啊 或者看看这个事情 我有一个人 他正好要购买你的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人就是对象了 对不对 也有这个可能性啊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许愿 我们来开放留言板 让属兔的朋友们 写下自己的许愿值 建好愿以及许愿这样子 所以这个月份是一个 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收获的月份 在财富方面也包括 健康方面呢 运势也是比较平稳的 就只需要注意一下饮食锻炼 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在此先恭喜属兔的朋友 好好把握这个月份的好运势哦 那我们来看看上个月很厉害的属龙 这个月又如何呢 这个月份挑战开始了 好的月份过去了 那这个月份就是主动主变 因为它是程序相冲 我们要知道龙冲它必动 你只要冲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变化发生 而且这个月份呢 有一些不太好的流月煞心 所以在整个事业跟工作当中 就感觉到好像不太平稳 凡事你一定要冷静去对待 因为属龙的朋友 有时候脾气会蛮暴躁的 在这个月份 心态心方面会出现 降心跟白虎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遇到问题 我就要立马去解决 我只有立马去解决了 我才可以解决这个困难 而引发更多不好的问题 但是可能有时候就太挤躁了 思虑就不周全 没错 这样子会反而会对发展带来隐患 所以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形态 感情方面的这个月份 可能会因为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 而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会导致对方的埋怨 所以说还是要多点陪伴 另外一半的多体贴一下 财运方面本月的财富指数偏低 会有意外的支出 也会对钱财感觉到力不从心 所以要避免过大的投资 要全部收缩回来 健康方面呢 要注意的是脾胃和肠道方面的疾病出现 那平常肠胃部有问题的朋友呢 就要注意饮食健康 少吃辣的这个月份 注意不要急躁 要修身养性的一个月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属蛇的朋友 在农历九月份运势又是如何呢 属蛇的朋友这个月份不错 这个月份会感觉到好像 身边好多人开始喜欢自己 帮助自己 受到周围人的这种爱戴 在这个月份当中呢 也会好像有一些顺手推舟的好缘分 就是好像别人很喜欢你啊 就一直捧你捧你捧你 你就到那个位置上了 人见人爱的月份 对 但是要注意的是 在遇到好的机遇的时候 一定要全力移赴 因为这个月份有王神和西神心 在这个属蛇的朋友的宫位 他代表着说 我好像一切都挺好的 那其实我不需要努力 我也可以挺好的呀 就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所以要注意了 你不可以不努力 而且要注意说自以为是的问题 就是感觉到 好像大家都蛮喜欢我的 那我不要顾及太多了 我就想要多要一点 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啊 就会造成一些人际关系上的是非 人心不足蛇吞向 哎对 那这样就得不偿识了 对的 本院的感情呢 是波折比较多 问题是因为双方 他会各自持有自己的想法 而导致一些争吵 也会有一种感觉到感情好像非常消耗自身能量的一个情绪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要学会转变心态 因为属蛇的朋友这个月份会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万间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那在双方的这种争吵当中 他就会觉得说 哎我也不要管你的 反正我这么多人喜欢 就是突然公主病 王子病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然的话就会为感情的隐患埋下总资 财运方面呢 不是一个财运非常旺盛的月份 因为这个月份都是走的是贵人 行与不行能挣到多少 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去努力去争取了 这个月份呢 也要导致冲动消费 就好像我一下子好起来 那我先提前消费 这种心态开始出现 所以建议属蛇的朋友 我写的是要以居家为主 买生活必需品就好了 买生活必需品就好了 就不要出去购物啊 不要通过这种购物来获得快感 不然的话钱可能一下也就得花没了 健康方面注意的是 心脏和呼吸系统的维护 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生病的月份 虽然人见人爱 可是还是有要注意 很多不好的小地方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属马的朋友 有在农历走月份运势又是如何呢 属马的朋友呢 遇到半山合月 所以这个月份呢 似乎是要真的下定决心去完成某些事情了 而且很多未来完成的事情 在本月都是有机会去把它完成掉的 所以呢 要以这样的一颗心去迎接事业和工作 那么就一定可以顺利的去发展好它 在感情方面呢 整体来说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月份有一点像是说 因为他下定决心要去完成某些事情 我下定决心就跟你过日子了 对 就那是这样子 或者我下定决心想要跟你把以前的问题好好的谈一下 所以这个月份在感情方面 就会因为这样的心态 会有一种 好像相互之间再重新认识对方的感觉 波云见日再次恋爱了的感觉 对 因为我下定决心了嘛 要跟你好好过了嘛 所以两个人都会变得不一样 曾经的一些互解阴霾啊 都会随着对方的沟通和理解呢 烟消云散 然后对方就会重新明白双方的这个心意 那两人的感情就可以更进一步 财运方面呢 本月的财富指数偏高 尤其是偏财运望 能得到一些外财的收获 为官之人呢 只是要注意这一些偏财的收获 以免啊 因财损官 因为这个月份呢 虽然有月入新的注入 但是同时也见了纸备跟官府 就收了不该收的钱 可能会被别人拘报 健康方面呢 要注意的是 因为一些负面情绪的问题 而导致身体的不适 所以就建议 空闲的时候多多娱乐一下 放松自己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那就请数码的朋友要注意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属羊的在农历九月份又是如何呢 属羊的朋友呢 这个月份呢 是行家破的月份 那我们从地支的这种组合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很波动的 柔月煞星的组合来看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但是有好有坏 所以这个月份我认为对属羊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不破不力的月份 虽然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它背后是推动着一些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阻力的时候 只要去想明白我们如何的去面对 最终是可以扭转这个局面的 感情方面呢 它的整体运势还是和谐的 注意的是遇到矛盾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 就不要把它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财运方面本月呢不算太平稳 注意发生的是有金钱困扰的时候呢 不要去着急去做一些大胆的决定 你在一个困境当中 然后会有人过来跟你讲 那你要不要去投资这个 多长时间以内你可以获得多少多少钱 听起来就很像诈骗 就类似啦 对 或者是说别人看到你好像最近不太行了 然后他要跟你去干个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就不要去瞒目的去投资 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引发后面的一些后遗症 健康方面呢 本月是容易老毛病的复发 所以没有得到跟着的毛病呢 是需要及时去就诊的 不要拖 不要拖 请属羊的朋友要不破不立 显中求稳了 那我们来看看属猴的朋友 在农历的九月份运势又是如何呢 属猴的朋友依旧是外出比较多的月份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目前还不知道 叔叔大半年了 看看剩下来的几个月的走失啊 算到九月份还是奔动比较多啊 但是没有办法 他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今年的这个事业的发展 事业的开展 所有的机会什么的都在外面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月份 事业运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虽然会有小困难 但是呢 自己也会有办法快速的解决 还是要多外出不能停 外出不能停 听老师说的 如果你老婆问你 已经半年了可以回家吗 就把这个一步 看开看 对 为了事业的发展 还不到时机 还不到时机 对 好就好在感情运势平稳的 那一定是看了这个影片 对 遇到问题呢 也是有力量去积极解决的 对于已婚者呢 是一个很好的月份 那对于单身者来说 本月也比较容易跟异性走到一起 会感觉到自己也好像准备好 进入一段新的感情了 差不多久了 也可以通过感情来稍微安定一下 也对没错 那财运方面呢 这个月份的指数也是很高的 至少呢 它是平稳的去收到钱 是值得好好努力的 健康方面也不错 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与头部相关的问题 例如头疼啊 头晕啊 所以就要注意一下休息就好 那就亲属 猴的朋友 再熬一下 坚持下去 不能回家 这样会不会 没有啦 还是可以回家 只是机会在外面 机会在外面 没错没错 哎呀 属鸡的朋友 对 依然是个烤鸡的约份 这个月份还是在考验当中 还有一点就是 好像行动力有点缺失了 因为是延续上个月的一种压力 那这个月份继续在一个压力的状态 就是会真的不太想要再管呢 感觉到自己的运势正在滑落 但是这种滑落其实是跟心态相关 因为它持续的可能时间有点久 还是要坚持住 因为所有的柳月运势 它只是一个短期的 下个月或许它就能迎来好的机会了 没错 所以这个月份在事业上的前进与否 真的就是靠的是心态 坚持住 做事用心 时刻提醒自己付出 就会有好的回报 那么最终还是能走向一个好的方向的 感情方面呢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 但是要注意在感情当中不要出现那一种比较啊 或者好像说我付出了这么多 你好像没有做到 这个月份的比较不是跟外人比较 是两个人之间大家付出多少的这个比较 遇到事情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并且呢要多给对方留有空间跟时间 就会有好的结果 本月的财运呢 不算是特别强劲 只能说是平稳 但好坏的这个根本啊 还是跟自己的心态有关 所以不建议做太复杂的事情 就一小小的事情前进就好 健康方面注意的是呼吸系统 也要注意与流行性疾病相关的问题 那就请暑机的朋友们注意考验心态 我们不当考机 我们要 要当一个想碰碰的机 没错 说一下个月就好了 没错没错 不闹了 让我们来看看属狗的朋友们 这个月的运势又是如何呢 属狗的朋友 这个月份就开始比较平稳了 很多的事情是在于 对于过去的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的 就是我们要慢慢的来 因为这个月份是开始趋向平稳 不适宜把这个前进的步伐 卖得太快 就不要说我好像好一点点了 我就立马要到达一个怎样的一个阶段 千万不要这样子 一定要对于过去的总结 分析 然后再往前走 那我用到的一个是 内在觉醒的月份 为什么是内在觉醒的 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真的好像起伏比较多 那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一定要做好这个总结 一定要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 可是用内在觉醒这四个字 有点 感觉要变身了 因为我看到那些神煞的组合 它真的好像要内在觉醒一下 忽然就没有办法去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好我们来看看各位属狗的朋友们 跟我说你们变身成了什么 很好奇 感情方面这个月份 好像会有一种各自忙碌的部分 就大家都在忙 对感情的关注没有太多 但是这也不太会影响到感情方面的一些波折 所以大家就是只要保持联系 平常多见见面 多陪伴一下就好了 财运方面这个月份是平稳的 但是不要去强求一些事情 因为我说好了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 只要是这样子去做 那正才方面的运势是不会有问题的 不要想要说我快速要得到什么 因为一定会失败 就才刚觉醒而已 所以你要完成内在觉醒再去飞跃 毛毛虫变身成蝴蝶 中间还是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 对对 才可以展翅高飞 对所以这个月份是在那个永当中的月份 健康方面这个月份会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的消耗很大 会觉得疲惫 想要睡觉 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熬夜 睡起来就变身了 睡好了就变好了 没错没错没错 好的那最后让我们来看看 属猪的朋友在农历九月份 运势又是如何呢 属猪的朋友这个月份不错 这个月份是有实路心灵命 就代表着这个月份是一个 身材的月份 身材万材的月份 自身的力量也会很强 也会有很多创造财富的能力 而且本月命逢桃花心 也会有贵人运的一种相助 无论是在这个机缘 财富创造能力等等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一个翻盘逆袭的月份 感情方面是平稳的 而且在感情当中双方 似乎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可能之前还在吵架的 这个月份就大家好像忽然间就想平息这个战火 好好的去相处 那单身的朋友在本月呢也会遇到证源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就注意不要太过用力就好了 就以免过忧不及嘛 吓到对方 财运方面本月的财心强望 所以是适合去做一切求财和拓展事业的事情 健康方面呢整体运势也会有上升的迹象 身体也会感到非常的轻松舒适 要注意一下就是流行性疾病的一些影响就好 那就要好好把握这一个月份的好运气了 那我们最后还是一样请老师为我们农历的九月份 十二生肖做一个排行吧 我觉得这个月的第一名我想给鼠兔的朋友吧 对支持一下鼠兔的朋友 鼠老虎的和鼠猪的朋友也不错 所以这个月份也是可以在三名之内的 输狗的变身还不行吗 输狗的这个月份是平稳上升嘛 内在觉醒完成了就一定是第一名 没错没错 那就先恭喜以上几个生肖的朋友了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我们金主爸爸 James Lowe方一产的特别赞助 那我们下个月见啰